待會的話,我們基本上流程就是第一個 如何透過QIP幫我們輔助生成公式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再轉成制定函數 第三個再轉成副程式 OK,那首先的話,當然我們的問題 應該最關鍵的就是要先生成那個084跟007 所以剛剛這邊有沒有,這邊084、007 那個用repeat加len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建議將你生成公式 最好你不要一次就希望它一次到位 最好是你可以先拆解,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然後再解決接下去 就是漸進的讓它可以把這個公式給寫出來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有把我的相關的方式放在我們的雲端講義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打開第一個單語的 文字比較函數的講義 那打開之後的話,請各位 底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REPT的一個範例 那如果你們要先練習,你可以簽到前面 這邊有幾顆星 然後怎麼透過REPT幫你產生銷售量這幾顆 比如100筆給一顆星 所以158就給一顆星 286給兩顆星 465給四顆星,一時類推 那當然不是叫你土法鏈鋼用複製貼上的 那你可以用REP來完成 這個我想因為我沒有太多時間 請各位就自己再玩 前面好幾個這個相關的函數 你們可以再花一點時間演練 那我們今天的主軸就是產生這個手機的公式 所以請各位往下捲動 就是在右手邊這邊有一個捲軸 請你直接把它往下捲動到這個 我看我們要練習的這個 手機的範例 那理論上應該會是在 在這裡應該第10頁的位置 這邊應該是捲軸大概捲到第10頁 Total是有36頁 這邊是第10頁 那我就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所以底下有個Q帽號有沒有 後面就是你可以把它貼給那個 這個ChargePT 那我大概說一下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需要把ChargePT 先連結過去 那連結方式很簡單 你就打一個ChargePT Enter一下 那這邊的話就會跳出那個有沒有 ChargePT的連結啦 那我習慣是點第一個或第二個好像都可以 點擊 然後TryChargePT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登錄的 當然你可以不用登錄啦 不過我是建議還是稍微登錄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學試過 沒登錄好像比較笨 而且錯誤比較多 但是登錄的時候那個問題就算就好了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不知道它的設計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還是建議你先登錄 但如果你不想登錄你可以試試看 我看一下 先貼一下這個問題 那你貼的話 你可以把剛剛的這一段 請幫我撰寫Esser公式 然後我們的需求是 用REPD與LEN函數計算G G4的話指的就是我們現在儲存格的位置 G4有沒有 那當然你可以不用跟它講完整的資料 你只要跟它講坐標 然後它大概就可以猜得出來了 然後不足3碼在前方補0 甚至你可以在G4裡面 你可以跟它講G4的84資料 就裡面有84的一個資料 然後請它幫你做這件事情 不過其實有的時候你不用敘述的太清楚 你執行我大部分試的結果好像都OK 所以假設我沒登錄我看看 我沒登錄它會 因為之前是不是比較笨 我看看它會做錯 會不會看不懂 那你會發現它馬上知道了 對 就這一個 馬上得到的答案 而且它的答案應該是正確的 怎麼知道是正確的 你這邊有個複製程式碼 或者你把它選起來複製一下 那我們怎麼知道對或錯 其實你可以優標先放在這上面 然後在上方的資料編輯列上點一下 然後把它貼上 再打勾一下 A嗎 果然出錯了 所以它真的是 這個方法真的不要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是把它登錄一下好了 如果錯 看起來好像是對的 我看 我知道錯在哪裡了 它這邊LEN又給你加一個這個 奇怪 莫名其妙 所以我說沒有登錄 它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就裝笨一點 然後讓你一定要登錄 然後要付費這樣子 對 而且它好像你登錄 用免費版一段時間 它一直跳出說 你已經超過那個上限了 然後一直叫你說你要不要付費 要不要註冊 就很多人就因為這樣就註冊 當然你註冊也沒有不好 只是你每個月就要付20美 20塊美金 20 現在應該差不多乘以30 32.6了吧 640 680 那650幾塊了 一個月啦 OK 這個是浮動的 如果企業版是25 25塊美金 OK 那就看個人啦 如果我不是發現很多人 腦波比較弱的都會註冊 因為我身邊很多 尤其是腦波弱的 也不講性別啦 OK 然後就問我說 沒有 我說看你個人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值得就OK 因為有人會依賴 還會有情緒喔 這是最可怕的 你一直懷疑說 是不是有攻毒聲躲在裡面 不是 他真的是很厲害的 也就是說這個機器人 不是像以前的冷冰冰的 而是說他慢慢是會有溫度的 所以他會把一個情感加進去 而且慢慢的 他 你還可以打開鏡頭 他還會看到你 他還會知道說你身邊有什麼東西 然後他還會跟你描述 還會跟你互動 對 哇 這實在有點可怕啦 OK 以後 甚至未來 他除了有視覺之外 可能未來應該的話 觸覺已經有了 因為機器人本身他可以有觸覺 所以以後是不是有加一些sensor 你可以提供給他觸覺 以後你可以摸摸看 這什麼什麼 這個好不好 對 他馬上也告訴我 但是以後會有什麼 聽覺 聽覺有啦 味覺 其他的感覺 嗅覺 對 嗅覺之類的 哇 那不得了了 OK 所以可以想見啦 未來這個發展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那只是說我們目前焦點 我們不要太擴大 我們就是for公式 charge V for Excel 公式這件事 他能夠做得好就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我把它登錄一下 所以登錄 那登錄的話你也不用特別註冊啦 我是建議 我剛剛是已經先登錄Google帳號 所以我就用Google帳號就OK了 所以把Google帳號登錄一下 試一下 所以真的 同學一直說 他那個同樣問題 如果沒註冊會一直出錯 我不相信 結果我試一下 剛剛我看一下 再把同樣問題 我沒改嘛 再把它送出看看 再把它送出看看 補不起來 真的耶 有沒有 他這個本來居室有沒有 他前面會多加一個LEN 這是不是故意的 真的很想問他說 你剛剛是不是故意 我沒有註冊 我沒有登錄你就給我錯誤了嗎 你們可以問問看 不過他應該不會實在告訴你 因為其實CHIVE開始會說謊 因為他被訓練成怎麼樣 他是專家 所以專家是不容許錯的 不會認錯的 除非說呢 你要跟他提示 Prompt跟他講說 如果你不會 你就說你不會 真的 我問了好幾次 有些他真的不會 他會回答說 我真的是還是不會 他就會開始 就是你要給他提示 你如果 你要承認 或者說你甚至跟他講說 你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他會虛心的 會不會反省 我不知道 OK 把這個複製之後 你把它貼回來 你會發現這個結果應該就對了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證實 有沒有 084就OK了 那007的話 當然就一樣 把G4給H4 那不就是可以得到我們的公式了 所以證實 第一階段 他是可以WALK 而且登錄跟沒登錄是有差異的 那當然我們這 會付錢跟不付錢 就是付費跟不付費有沒有差異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去試試看 我是覺得當然一定有差異 不然他沒有區隔 誰還會願意付錢 OK 所以這個細節我們就不試了 再來的話第二個 所以我剛剛的公式 我的問題是直接拿 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 那你就直接拿我雲端講義上面 第10頁的這個問題 直接貼過去就好了 那理論上我將來 我給他的問題通常是這樣 如果我希望他幫我產生以上公式 那我開頭就先寫 請幫我寫這個一次有公式 那後面再做描述 描述的重點就是第一個 你有沒有指定用哪一些函數 如果有你就把你要的函數加 但是你說老師我根本不知道 REPD LE 沒關係你甚至可以把這個拿掉 他會自己去判斷 所以如果我把剛剛的問題 重新再貼一次 比如說這個同樣的問題 那我不指定 你可以再把問題再丟一次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不要指定 但是後面的動作一樣 就是幫我計算 G4的字數不足3碼 在前方補0 這個敘述有沒有 執行一下 那他可能會用同樣的方式 也可能不會用同樣的方式 但是你會發現 他出來的公式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想到更簡單的方法 對其他解法 所以他用TESTER 有沒有 TESTER 所以把TESTER這個拿過去 那你也可以再試試看 有沒有 如果你不指定的情況下 答案會不會是正確的 也是正確的 沒問題 OK 甚至你可以多章 你說我如果不要用TESTER 那你也可以再請他 我不要用TESTER 也不要用REPD 那你幫我想別的 他會很努力的幫你去找 有沒有更適合 如果沒有他當然會跟你講沒有 所以我覺得 利用這樣的方式 應該來學習 Excel的函數應該是最快速的方法 OK 所以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我們現在 還是 還沒有把最後的公式完成 所以底下請各位捲動往下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整個問題通通都告訴他 有沒有 所以我之前問他 不指定的話 一樣用TESTER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直接完整的 因為一個完整的敘述太隆藏了 所以我就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確定可以解決REPD的問題 第二階段就全部 那全部的敘述其實有點隆藏 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的第11頁 你就把這個第11頁的問題 直接貼到下方好了 OK 然後呢 敘述方法一樣 請幫我撰寫也是有公式 開頭都一樣 不過啦 甚至我後來連請都不講了 因為我覺得他是機器人 不用對他太客氣 有沒有 不用加起也可以 那甚至你也不用幫我 你就是 就幫我好了 幫我寫就好了 不用撰寫了 有沒有更簡單 甚至你就寫 你連前面開頭不用 就寫也是有公式 然後他就知道了 其實可以很簡略的 因為大家都熟了 所以好朋友熟了之後 就不用那麼多 客套話了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所以有的時候 你可以很直接的 那問沒關係 你下面繼續再跟他改 可以一直問 一直丟一直丟 可以跟他一直互動 所以你不要很怕 反正錯了沒關係 他一直會修正 我覺得還滿好玩的 好像真的有一個專家 就在面前 而且那個專家是馬上給你答案 他不用想很久 你如果來問我 我還想一下 這個問題 我可能要下一次才告訴你 他沒有他馬上告訴你 如果我覺得我會被取代 我有意思 OK 好 如果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會希望用IP加L1 你去做什麼 描述一下 因為我要串接 特別注意 文字跟文字間是串接 串接09 加上什麼呢 那當然你後面F4 我是先會把它縮小 這個描述我這樣 先把它縮小之後 放旁邊一下 然後看一下 幫我把這個叫F4 幫我把這個09 後面串一個F4 F4指的是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的11 有時候你可以把11 這個敘述把它加到後面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前後我會加雙銀號 表示說這個是裡面的資料 你不加也可以 但是加了之後 他比較會知道你的描述 OK 你跟他講的描述越清楚 他失敗的機率也就相對越低 我試過 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式 失敗率還蠻低的 而且很快就可以幫你公式做出來 太好了 然後再來一樣 和G4的 這個好像沒做 這個可以再加一個84 H4 和H4的什麼 H4的7 所以一樣可以把它加一個前路上 那他知道說 你裡面有F4 有G4 然後有H4 然後呢 跟他描述說 在G4 應該和H4 應該和H4前面 加在G4前面加上- 然後再加H4 這個我好像加 這個加一個 加一下好了 H4 的前面呢 沒有 我有前後了 有前後那就OK了 前後加上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減的符號 然後最好是一個例如 你怕說他不懂對不對 你就給他一個範本 那我就把這個範本直接 這個範本拿過來 讓他知道一下 那這樣我想應該就差不多了 他應該90%以上 應該不會失敗 試試看好了 OK 所以Enter一下 那個84的4 在外面 84的4 對對對 這個 不過有時候我即便做錯 我發現他還滿OK的 這個有容錯性 然後把問題再丟出去 這樣子 理論上 他就會幫我把我需要的公式 來幫我產生的 OK 有了 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更厲害的地方 他除了會產生公式之外 他底下也會做公式的說明 他為什麼會用哪一個函數 然後為什麼這樣用 對不對 直接幫你做連接 因為用end符號 有沒有 然後這些 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覺得這個公式還是說明不太清楚 沒關係 你可以在底下跟他講說 請幫我做詳細的公式說明 加個詳細的 他會很清楚的 你哪個公式不知道 他會很詳細的描述 甚至哪個函數 你也可以跟他講說 你可以幫我再詳細解釋 他也會跟你講 我覺得他講的還滿好的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複製了 那以往你是必須要聚精會神的 把這個公式給寫出來 我覺得這已經很難了 他幫你寫完 寫完最後我們只需要做一件事 所以你一定要還會一件事 就是把公式貼到應該貼的位置 先點選那個E4 然後我習慣是在上方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在前面打個勾 看一下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 打個勾 有沒有 真的是不錯 OK 今天狀況還滿好的 下下填滿 問題就解決了 OK 好 所以得到幾個結論 結論的話就是 第一個一定要登錄 第二個的話 不一定要註冊 不一定要註冊 不一定要買他的那個會員 然後呢 可能描述的部分 每個字都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這個描述裡面 有幾個比較重要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前面開頭 可能要跟他講說你的目的 幫我寫這個E4公式 然後指定什麼樣的函數給他 如果不指定拿掉沒關係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不指定 他得到公式會不一樣 OK 然後最後的話 例如這個可能要加一下 他會更精確 然後底下可以產生最後的結果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手機的這個範例先完成 但是我們只有完成第一個步驟 公式產生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說 這樣每次都要打這個公式 有點冗長 而且有點複雜 也太長了 我希望把它縮短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它改成一個自訂函數 叫做手機函數好了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怎麼做 寫VBA啊 可是以往每次講說寫VBA之後 後面同學就沒有聲音了 他也不想再問了 原來他一聽到VBA 他就覺得 這太恐怖了吧 對我來說簡直遙無可及 不過其實你們如果會用TriVD 這個問題很簡單 待會我示範給各位看 你只要把這個問題下方跟他講 請幫我改為VBA的Function程式 或者VBA的Function就可以了 他就會自己幫你把Function寫出來了 那剩下來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把東西貼到哪邊去 然後怎麼樣去執行他 這問題就解決了 那你說老師那這不是我寫的 反正問題可以解決就好了 你寫的跟誰寫的不也一樣嗎 誰會care說 你老闆會說你這個VBA誰寫的 對不對 不會吧 反正問題解決就好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方學程式 我看看好了 其實這個蠻多東西 我是覺得以往要花很多力氣才能完成的 瞬間感覺突然變簡單了 OK 試一下喔 ��ião 我們在接著 這個方法 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